小伙伴们,如果有一面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 你们会选择提前知道自己的人生吗? 大熊跟京香约个会,却被突如其来的猛兽吓了一跳 转身叫去伤害蓝胖子 一脸缠笑地骗蓝胖子打开,视出有因必有妖 蓝胖子可精明得很,拿出告知镜这一看 识破了大熊的诡计,一书一本一桌子 把大熊打成了猪头,这多亏了告知镜的功劳 两人下了楼,对着老妈一看,腰瘦了 亲妈还真不把大熊当人看 小学生当然要以学业为主,那有时间当打工人 两人逃出生天,大熊也想用道具秀一把 看到轻易地像个250斤胖子的胖虎 大熊好奇地一看,小夫这是要成为出席筒了 好人做到底,大熊决定帮小夫化险为宜 可小夫不是什么好人,大熊幼稚一看 小夫身后竟然有杆40米长的狙击枪 小夫不仁,大熊不易 谁知冤家路窄,胖虎迎面走蓝 化身一拳超人,把小夫锤到再其不能 大熊又对鸡胖的路人甲使用 原来是尿急,至于路人蚁 竟然是赶着去脱单 至于这头路人猫,简直太不讲究了 竟要给蓝胖子戴有色帽子 也不想想,最近的吴某霍某张某 哪个有好下场 结果拐脚撞了人,一看这人就不好惹 结果人家完全不在乎 但大熊好奇的这一看 吓得两腿发软 拐卖抢劫盗窃 这是神马牛鬼蛇神 两人嗷的一嗓子就要去报警 可事情还没发生 这相当于报夹警 蓝胖子只好掏出失败贴 只要贴上他,满时皆失败 所以给坏人贴上了 可蓝胖子的二手道具 还是让大熊不放心 只能一路尾随 眼看小孩子出现了 坏人一个冲刺 痴痴却意外救下了女孩 孩子妈赶来 说什么都要答谢这位英雄 可坏人现在只想逃 大熊两人决定继续跟着看看 坏人又来到公园 盯上了前方的公文包 又是一个百米冲刺 目标只有对方手中的公文包 可对方绑大要粗 坏人完全不是对手 可谁知竟是同行与同行 帮老板夺回了背包 坏人再次落魂而逃 虽然节节败退 但坏人还没放弃 又盯上了东京的独栋别墅 这么大一个别墅 主人一并跟小富家一样 财大气粗 坏人破伤而入 大熊两人也只能跟上去看着 坏人一路潜伏 摸进了客厅 就遇到了火灾 坏人还尚存理智 连忙救火 大熊两人也加入救火行列 就在三人拼命救火时 主人回来了 大熊两人赶紧留置大吉 主人一家来到了客厅 看到的竟然是自己全家的恩人 虽然很感谢坏人灭了火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为什么你会出现在我家中呢 坏人只好坦白了一切 我上有老下有小 没钱没工作 可恨之人比有可怜之处 虽曾误入歧途 但主人认为坏人尚存善心 决定让他来自己公司工作 坏人决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或许是怀着一颗感恩与治愈的心 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成功当上了公司的二把手 那么小伙伴们 是从几岁开始帮帮妈打酱油的呢